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大環境 好 4月份的經理人雜誌上面說 104人力銀行調查公佈 就是 對於中高年齡層的聘用 企業表示疑慮 而且甚至 願意給的薪水相對更低 來下一頁 好 什麼 是的 沒有 我們這個 104人力銀行調查 不聘用中高年齡層的求職者 是我們HR不能說的秘密 以上剩下的E-mail給你們自己看 洞裡尋他千百度 慕然回首 一個瞬間 熱情 他在燈火攔甘主 我覺得我可能錄到現在 連我自己都覺得 我找不到我該從哪邊開始進步 就我從來沒有想要贏過 我只是想要在我的遍題中 抒發一些不同的觀點 那我覺得我想講的都 差不多都講到了 那剩下一些就是 在評審或者是節目方 認為不應該在節目中 出現的言論的話 那我也覺得 沒有什麼好繼續帶下去的理由 我們就是一句話 一句話講完我們四個人的論點 就是人沒有夢想就是鹹魚 轉換跑道沒有很難 這句話的論點 我接下來做補充 對方認為說 轉換跑道是一件很高風險的行為 但留在原本的工作 就比較安全嗎 美國就會報告指出 光是今年的5月份 今年的2023年5月 一個月就有超過40萬人 因為AI被裁員 這些被淘汰的 還不一定都是底層的工作喔 天下達至甚至指出說 像是會計師 醫師 律師 這些高度專業性的工作 都即將被取代 像現在美國開發出的AI醫生 病人只要是讓AI醫生 輸入病症就可以拿到處方藥 更不用說AI自動生成文書報告 像QRGBT 大家都在用了就不用我贅述了 我想要問對方的就是 這些AI淘汰 現在工作的情況就擺在眼前 你們要怎麼保證 留在原本的工作崗位上 就可以照顧父母 就可以照顧小孩有責任呢 而且除了科技之外 人文因素也很多 像這個節目我從第一集被評審面對 被評審評為A級的人 但是評審要求我還是不斷地轉變 他們要求我轉換風格 轉換表演方式 所以我想說的是 我們人在一生中 就是不斷地被人為壓力 被不斷地在科技壓力 促使我們去轉換 再來反過來說 轉換跑道 也是一個讓人可以變成 最熱門的人才 譬如說現在在AI時代 最需要的人才就是跨領域的人才 像中年優勢 在原本工作上 就已經有豐富的經驗 它轉換到別的領域之後 可以帶著豐富的經驗 到下一個領域 這是最可貴的人才 像熟悉的例子 台資源和羅斯峰 跨到新媒體產業 你看他們頻道 多少人在看 最後你們不要覺得 沒有熱忱沒有關係 人是會因為沒有熱忱而生病的 澳洲精神醫學教授發現 很多人對生命產生存在著絕望 在成長的過程中 一直像白隊一樣 跟他們講說 你不能追求熱忱 你不能快樂 他們開始得到一種病 叫空心病 這種病是無藥可依的 唯一的解方就是 告訴他講 跟他講說 你要追求你的熱忱 追求你的快樂 這才是最大的解方 像你們白隊 你們一直想要把人 重贏在一個崗位上 然後不許他快樂 這就跟納稅的其中 有什麼兩樣 以上 好 謝謝 已經開始在幫白隊 打分數的地下評審長賀龍 首先被裁員 跟轉換跑道根本是兩碼子事 現在你講的是 因為自己的熱情轉換跑道 跟裁員是兩件事 不同的議題 我們凱莉講說 我們考量工作 應該考量全方位的面 而不是只有熱情這個點 如果我們把熱情這個點赤裸裸 拿出來 給社會大眾的批判 然後去評論它的價值 那我們這樣子 就沒辦法 好好地保護我們的熱情 其實熱情如火 熱情不是火 熱情更像飛蛾 你沒有好好保護它 它會遍體淋傷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 昌明哥講說 如果你把熱情 當成選工作的唯一條件 那這樣子 你有可能找到工作的同時 你就失去你的熱情 我們再進一步來說 為什麼中年 會更面臨這樣的危機 像我大學念航海系 畢業之後 我因為熱情 我沒有選航海 我直接轉換跑道 面臨的就是23歲到27歲 這個期間 四年的零收入 我們今天聊的是中年 中年我們扛的責任 越來越重 我們做的所有決定 都是牽液法而動全身 如果有想說黑隊 就是如果我今天 為了熱情轉換跑道 結果我明天 我的家人三餐不計 房貸 車貸 奶粉錢 根本繳不出來 你們還會因為你們的熱情 轉換跑道嗎 剛才聊的只是個人因素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大環境 好 4月份的經理人雜誌上面說 104人力銀行調查公布 就是 對於中高年齡層的聘用 企業表示疑慮 而且甚至願意給的薪水 相對更低 來下一頁 好 什麼 是的 沒有 我們這個 104人力銀行調查 那個不偏用中高年齡層的求職者 是我們HR不能說的秘密 以上剩下的電郵給你們自己看 帶一張衛生紙非常可憐 但是我們要講的不是說熱情不重要 而是我們中年人 有中年人追求熱情的方式 我們應該在當下對工作感覺到 沒有熱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保留住我們的工作 對於自己的長官 我們說可不可以申請這個職務轉換 保住這個工作 然後把一些不想做的 腮虧通通丟給菜鳥 然後省下來的心力 我們安靜離職 安靜離職不是真的離職哦 它是現在非常fashion的一種 這個職業的這個新哲學 你就是每一天準時上班 準時上班 然後完成公司要求的 最基本工作量 省下來的心力 我們拿去經營生活的其他面向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事情 就是薪水跟熱情 此時此刻我兼顧了 是的 為什麼我這樣二折一 成年人的世界 魚跟熊掌我都要 而且今天聊到的是 步入中年才發現 什麼叫才發現 人生當中任何一條路 我們可以堅持好多年 那就是一定有熱情 工作跟愛情也一樣 我們有一天突然 我是不是沒有熱情了 是沒有熱情了嗎 不是 而是它被其他的條件 跟因素蒙蔽了雙眼 讓我們迷失了初衷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些條件 通通拿出來對決 然後踩死它 面對它 解決它 而不是轉換寶藏 逃避它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眾裡尋它千百度 目然回首 一個瞬間 熱情 它在燈火南山出 好痛喔